今儿我又带你去盆州去吃 就吃我尝 我讲那个新鲜的很喽 只有这种农村才吃得到 我讲 选我尝啊呀 你还是不说你没吃到啥 跟着你去吃 四位 四位 什么 啥子我红汤我尝 跳啥子 你看嘛 也许说我吃饭没吃的 老板都认不得了 嘿嘿 我尝三十五一份 耶 我尝现在五份 军干 军八子 马拉夫花肉 马拉夫花肉 你点份黑身子嘛 黑身子安逸 我说它这个不便宜哦 但是要看门粮 一切只谈价格不谈门粮的 都是鬼扯 是不是 记录点生活 记录美好生活每一天 又带酒吃来吃我尝 他们来我尝确是新鲜 走起来闻到一个鱼火锅的味道 它加了很多青花椒 还肯定不是重庆火锅的味道 因为它那种青花椒的味道 你就感觉不像是那种重庆的麻辣火锅 所以说必须要配那种纯真的芝麻油 还得让它有那种重庆火锅的感觉 哦 对了 这不是重庆 我说这是重庆火锅的还是谁 人家都是喷着火锅 你别看它这个是完中的分量转多 哇 这个有好多长腿 来 哇 这个还要霸道 这个还要霸道比哪个看起来霸道 哇 你观看 来 我尝 哇 爽啊 看起来 这个长腿看起来舒服 人子录录录哈 我尝的表辈一定是要这个人子录录 哇 我主要是闻到这个 新田氏的那个芝麻油的香味 好舒服 口水的流水 这个很好喽 感觉那个我尝比鲨鱼还要霸的点 鲨鱼切断了点 没人能肠下来这个吃气 但是哈 那它那个锅底要厚重一点 那个锅底要轻薄一点 所以没得拿起来能够死全是没得的 所以我拿那个花椒 拿起来看嘛 青花椒它是不是 看到没 所以它这个锅底要闻起来像鱼火锅的味道 冲净火锅是不用青花椒的 哇熬的这个青花椒 好脏 它的毛豆哈 那个要么都是奶牛 要么都是黄牛 这种吃的端粗端粗 但是它不是水牛 它这个毛豆哈是炸的哈 那个又是肥牛毛豆 还有那个又是黄牛毛豆 师傅 还有毛豆也可以 我发觉我现在也愿意选吃这种 食材特别好的这种火锅 味道的话 我可能没得能够追求那么的脊子 那么的厚重了哈 怨气大了 这个火锅啊 烫毛豆不把味 它是很正常的哈 如果你要烫毛豆还把味了的话 这个火锅不像好汗的根本吃不得哈 少量的放点点的 它这个我尝你看没 虽然说30伏要比那边贵一点点 让它下头没的东西 分两株 轩的很轩的 那只可以看得见 来 猪点 哎 油脚不搅不搅 我刚刚的把味料熬出来 他给我加点水 为了第一会吃了个绚菌扒哈 还有点面 其实真正的绚的食材呀 都是带了每一丁流的面 如果真的都是很脆的那种哈 非常火锅 这可疑也很活 火锅的时候吃火锅 必须给你们讲点专业知识哈 哇 这这条群子 它是为了我吃了吗 还是师傅刀功不行哦 烤 嗯 哇 嗯 哇 来 哇这个真的是窝场面 现在感觉不想吃饭 直接窝场面都可以吃饱了 当然 吃这个还是要整点饭 来 哇 嗯 嗯 它这个分量真的好足哦你给我看 它全部下都没点东西 是吧 所以说它价格比那边贵点 它的分量确实很实在 哇 就吃窝场饭 走 嗯 我觉得它那家的窝场比我们上午吃的还要8多点 我要知道 吃鸡头有脂水 上午那个只是脆嫩 所以它每家它锅有锅的优点 那家的优点就是它的锅底要醇厚一些 它这个锅底都是青花椒太多了 吃起来像鱼和锅量 嗯 嗯 哇 那天窝场吃了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看看这个分量 再也不想在重庆吃窝场 所以 所以 所以说以后到 到成都来直接把窝场都吃窝场 我们来重庆吃的窝场啊 基本上都是压场 唯独换的都只有一两家吃窝场 哇 那两批宽不是的 这个窝场真的 这个窝场真的 里面吃里面吃 哎 这整块牛肉 哇 这个牛肉切的好大块 哇 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滑得好好 我讲 它既不是牛肉的较劲 它又嫩滑 人家刚才滑了一个佐料 刚刚好 就是它推荐的一些特色菜 除了这个生子 里面吃不完 我觉得其他的都好 还有这个我脚板不行 吃吧 哎呦 这个牛肉好多 你觉得喜欢吃 嗯 这个我脚板 这个我脚板 要是这个窝场拿到重庆去卖 我讲 哪家都有这个东西 绝对买爆 我讲 舒服 嗯 我们听一下 他的窝场 比我们上回吃他家的窝场更好 更厚实 但是这个锅底 没得那个锅底那么厚 还有他的这个 包括菌子啊 菌板的都酸厚 很不错 中国人心穿着的我们的地道 就此我成为 嗯 金字消费五百五十元 在这种肝性的 在这种肝性的 那种肝性的 太 他